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大把我问你 卡里钱怎么没有了 本来就是我的卡没钱怎么了 你知道我买东西就是付钱 卡里没钱我多没面子吗 没面子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没面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行 我跟你当下还不行吗 不用了 你这个男强我不想再做 男生就算想分手也得把话说清楚吧 要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为什么想分手啊 他做的事太让我寒心了 他今年大肆考研我已经工作了 他一直跟我说考研压力大 所以我就边工作边找考研资料 我怕他熬夜学习对皮肤不好心情不好 我就给他买包买化妆品 可是他呢 大半夜跑去蹦迪去 我去酒吧只是朋友一时兴起 我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你 我下次注意还不行吗 不是你跟我说的 你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都不敢打扰你 我半夜给你发消息 你不回跑去蹦迪是吗 还要是一回吗 我那不是压力大吗 再说了我跟一学狠气的学弟学妹们 在一起我有分寸 我又没喝多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不是不爱你我就是 你倒是不爱我了 分手吧 你这次来不是找到复合的吗 我是找到复合 你看他什么态度啊 够了 你之前跟你闺蜜去蹦迪 在夜场干的那些事 以为谁都不知道吗 你血脱喷肉干什么了 你跟你闺蜜说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姐妹你这就不懂了 要想拿捏住那些富二代 你得学会欲擒故纵 他们送你礼物 你得适当做出回应 这样你就显得跟其他人不一样 刚好他王大白的钱 都不够我买包的 就当做是打发富二代的小殷勤是吗 你拿着我赚的钱 给别人罚5201314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还有咱俩分手之后 你就直接住到他那了 怎么 现在被渣男扫地出门了 对不起对不起 当中是我错了 给我的机会原谅我好吗 姐姐跟他手放下 大白现在是我男朋友 郑忠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女朋友 你也看到了 她比你漂亮比你体贴 这才是我想要找的女朋友 不像你只知道索取 考研怎么了 考研我就得赔上我的一切 去赌你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吗 我新的就是比旧的好是吗 就是了渣男 我现在考研这么重要的阶段 我没逃上受担得起吗 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我凭什么要为你的未来负责呀 走啊 不AAAA 不愿意 不你看 不看 对不起 不看